首先第一个 computative property 那简单来讲就是所谓的交换率 之前学过 a乘以b 倍等于b乘以a 或a加b可以b加n 那这个我好像在之前 也稍微有点概念跟你讲 我们这边比较正式的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两个函数 x 跟h 做tolution 它最后会变成h 跟x 做tolution 也就是先后没有关系 反正得到结果是一样的 那 怎么办呢?那我们要怎么证明或怎么去说明 就是靠公式 x 跟h 做tolution 就是f 跟h 的n-k 对应相相乘 然后取合k从负价到这样 这是公式 你要怎么做?你就把后面这一项 基本上你要换过来 你就是要h 的地方改在前面 所以你把后面这一项我建议一个新的变数叫r ok 那所以后面这边h 那这样定调 那前面这个k呢 x 的k 就会变成是 一向过去就会变成n-r 所以就变成n-r ok 好 这时候我们要用到的是乘法的交换率 因为我们假设我们学过加法跟乘法的交换率 所以这两个 x 的n-r 跟h 的hr 两个相乘 可以变成n-r 跟x 的n-r 相乘 这个是用到 以之乘法的交换率 ok 那这样换过来之后 那你就会得到下面这个式子 诶 那式子就很熟 这个式子我现在不管谁 反正就是这一项跟后面这一项 前面这一项跟后面这一项 就会变成n-r 跟h 做conlution 的结果 所以就等于h 跟x 做conlution 好 因此第一个我们就证明了 x 跟h 做conlution 会等于h 跟x 做conlution 很简单 那另外一个是continue high 下面是continue high 那x 跟h 做conlution 也会等于h 跟x 做conlution 那一样带公式 就带进去 integration x τ h 的t-t 那你把后面这一项做变化变入 就叫做sigma 对不对 那sigma 就会变成sigma 前面就是x的t-sigma 那唯一跟continue high 跟disgrine high不太一样的是 因为前面这个底套 做完后面有个负号 那你的积分积分会由 正无限大7到负线套 因为在sumension 在disgrine high 你由负的一个一个加过来 跟由正的一个一个加过来 是一样的 但是积分不一样 特别注意一下 积分这个地方 从正无限大7到 从正无限大这边积到负的 负线套 它是逆的方向转 如果你要把两个换过来 正无限大积到负线套 变成负线套 直到正无限大加一个负号 好 那加负号就加负号 可是前后面还有一个负号 后面这边还有一个负号 所以这两个负号 刚好可以抵消掉 负负得证 所以得到证 这两个再换过来 你的积分就变成负线套 积到正无限大 然后x的t-sigma x的c-sigma 然后再用到乘法的交换率 所以这两个再换位置 换过来就变成这个case 换完之后 你会 噢就是第一个跟第二个做卡路循 就是h跟x的做卡路循的结果 好 第二个叫做分配率 好 那分配率 可以看看看一下上面这个 反正就是 两个含 两个讯号加在一起之后 对不对 两个常数 b加c加在一起之后 再乘以a的话 会分配一下 就变成a乘以b 再加上a乘4 好 这是我们已经有学过的 假设已经学过的 乘法 最加法的分配率 好 那 那我们这边要讲的是 如果今天有两个函数 h1跟h2 加在一起之后 再跟x做convolution 它其实会等于x跟h1做convolution x跟h2做convolution 然后再加在一起 好 这是上面这个是discrete height 下面这个是continued height 好 那我大概多明一下那个 continued discrete height的case 好 那一样你也是根据定义 对不对 那就是k 等于 副无线档到正五线档 好 那就是x k 然后后面就乘以这一项 好 所以这是h1 那这边 n-k 对不对 加上h2 n-k 对 公式就是这个怎么把它 就是 两个东西的convolution 就是把这两个东西 前面那一项不变 n变k 后面那一项的n 就变n-k 然后把它淡进去 所以这是等于很快 好 那再来就用到 乘法的分配率 因为我这样画的时候 只能变成三个东西 的三个变数 或三个数字的乘法 对不对 所以一样就把它拆下来 这一样是k 然后这是f k 跟h1 n-k 然后再加上 s的k 然后这是h2的n-k 然后这整个 括号 好 然后还有就是 接下来就是 这个sumension可以进来 这个sumension可以进来 对不对 因为这是乘 然后再加 所以两个可以拆开来 所以我实际上是给把它拆成两个 sumension k 然后 s k 拆成两个sumension k 它这也是h1的n-k 后面这是 h2的n-k 好 那是把它拆在 拆在 好 那这样整个弄完之后发现 哇哦 那前面这一项呢 跟后面这一项分别就是另外的两项 它们分别是谁呢 就是 s n 跟h1 的n 的conversion 后面这一项是s n 跟h2 n 的conversion ok 所以 就等于上面这一项 就有结果 好 那 continue 它也是一样 continue 如果一差别是这个变成积分 然后这边D 好 好 就这样 那这边是积分 然后积分 那积分也一样可以分配 先加点再积分 可以先积分再加点 那一样得到这些关系 然后就等于后面这一项 好 这是公式上会有这样的说 可是就系统面来讲 他们做一件事情是像这样 上面这个case x跟两个讯号 x1跟h2加起来做conversion 那意思就是x1和h2我们代表是系统 所以有一个系统理念可能有两个成分 x1跟h2加那两个成分 那你把x带进去 输入到这个系统里面 然后产生出来如果叫y 那这是左边的解释 那右边的解释是x跟h1的conversion 加上x跟h2的conversion 意思就是同一个x 会进入h1也进入h2做conversion 然后再把它加在一起 这个得到的结果就是y 通常我们要的是由右边那个推导到左边 我设计了两个子系统 同一个讯号进去进入两个子系统 那我所存心的结果 其实效果就是这两个子系统 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先做加成之后 反过来讲我也可以说 我希望有一个大系统 是这样的 那如果可以拆解成两个部分的话 这种好像并延式的把它拆解成两个部分的话 我可以分别去设计完 然后再把同一个讯号丢进去产生出来的结果 OK 好 这个是从图上告诉你有这样的性质 对不对 好 那第三个是分配 这是我 一样有 这是另外一个不是第三 这是第二个分配 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但是我如果两个讯号加在一起 我两个函数加在一起 跟第三个讯号 第三个函数做confrute 它也会等于先x1 x1这个跟h做confrute 还有x2跟h做confrute 这是加的那个在前面的时候 它数学上跟前面那个配置是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一开始讲分配交换 所以我可以把它放前面放后面都一样 但是系统面不太一样 是对这个例子来讲 我变成是两个讯号 输入的讯号 我把它加在一起之后 再跟这个系统 再整个这个系统做运算出一出 得到的结果 会等于这两个讯号 然后分开来先针对这个系统去做 之后再把它合在一起 OK 通常你们设计的时候会碰到的问题是 右边那个case 你设计了很多系统 很多个讯号进去 结果发现说 这个系统其实是等效的 这个讯号进去那个 另外一个讯号进去那个 然后再第三个讯号进去那个 可是这些讯号其实是等效的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讯号先加起来 再进入一个单元 最好 我不用设计两组电路 或两个电路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可以把原来这个讯号先加在一起 然后进来再处理 好 所以这个是那个 如果分配率 用在前面这个讯号的话会有这个结果 好 那有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处理的时候可以方便很多 意思就是说 像我刚才提到的 我可以把这个 我如果有原来一个讯号很复杂 交代理的时候变得很复杂 然后再进入这个系统之后 其实我可以把这个讯号先分解在两个部分 然后分别去做处理再把它加在一起 这是后面这个例子想跟各位说明 如果今天有一个讯号这么复杂 有这个又有这个 有什么UofN 有这个UofN 然后前面又有一个什么二分之N字方 二人字方 那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分解成S1跟S2 我可以把它分解成S1 这是X1 然后这是X1 那X1呢是什么 X1就是这一个 对 然后X2呢是这一个 然后我再跟H H 这个分别去做坎 我这边做坎如雪 这边做坎如雪 然后这得到结果是这一个 这得到结果是这一个 这两个例子我们之前都做过 谁不认为没做处理 然后再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那得到结果就是整个像Y这样处理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一个感觉上很复杂的讯号 你要丢进这个系统去做处理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产生的效果是什么 可不可以把这个讯号分解开来 然后一步一步去做 Convolution有这样的性质 有这样的性质 所以你不用一次把它做那么多 不是说真的把它带进去那个 微积分的形式 或那个Summension的形式是算 你可以把它分开来做处理就好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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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